现在授权民间企业买疫苗 一个是台积电 另外一个就是鸿海 不过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他要买疫苗 其实从6月1号送件之后 经过了18天 都还拿不到政府授权采购 就在昨天 郭董的脸书发文求见蔡总统之后 行政院紧急火速发函给了授权 这让外界就看傻眼了 质疑说这明明就可以马上通过的授权 到底郭董是为何被拖了整整 18天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早上才公开筹建蔡英文总统 没想到这一函 萧英见到了政院也宣布授权采购 政府将发函授权台积电 及鸿海永龄基金会 代表政府洽谈购买BNT 德国原厂的疫苗 这一天郭董可是等了好久 从5月23号他就表态 要购买捐赠疫苗 但5月26号蔡总统仍然坚持 疫苗采购 只能由中央统筹 舆论压力下隔两天 态度大转弯 该派陈始终宣布 企业申请疫苗专案输入流程 并在5月31号成立专责窗口 而郭台铭就在政府开放企业申请的 40小时内 也就是6月1号完成送件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系里面 或者一些商业原来的这个约定里面 这件事情是有机会被推动的 那我觉得有机会能够促成这件事情的人 目前应该都是愿意的 言下之意买疫苗不难 难得是背后看不见的力量 6月1号送件后中间隔了9天 因为原厂授权书卡关完全没下文 郭董在6月10号行文给陈始终 陈始终才松口 可以改有条件专案进口 只要附上原厂出货证明就能行 而郭台铭也顺利在6月13号 与主管机关开会 并得到陈始终亲口承诺协助 但中间又传来 民进党不同派系间的各种意见 甚至被不实消息爆料 德国BNT根本不想理郭董 激怒到让郭董连两天发文 就要把蔡总统逼出来回应 究竟是中央游易卡关 还是绿营派系刻意阻挠 不得而知 但至少革命18天后 蔡政府终于正视郭董需求 给了正面答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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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有另外一个为什么不吝点 监谈 那些为什么不吝点赞 订阅 在 threw注写 写过计写 可以留起来 那些什么 faith 以上